988新闻线 晚上7点29分 你好我是冠贤 哈喽你好我是舒婷 欢迎收听2月3号的新闻线 今天是历春 其实还没有到 真正呢 如果根据这个统计的 根据计算的话呢 是到今天晚上的10点58分 才会正式进入历春 所谓历春其实就是 24节期的第一个 就是一年的开始的意思了 那最近几年呢 那历春流行是到银行 要做存款吗 刚刚朋友是提醒我说 要去做存款了 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大家就建议不要这样做了 要讨吉利的话呢 可以像这个什么 看医学家何怡娟 她有建议啦 其实可能你可以 透过捐钱的方式也不错 就是不要出去好吗 大家现在MCO期间 如果你也涌到银行去的话 可能你会阻碍到 其他真正有要事要办的人 因为现在要根据SOP 其实很多银行 每一天都看到大牌长龙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这一点了 虽然我们都想讨个吉利 但可以用一个折中的方式来进行 警方接到了诽谤投报查 唐米托姆斯的自传 那斗士党就轰他为保密的协定 网课只能指出政客和辅导课要间隔 那还有换血的时候 可以进行轻松的一些运动 总经长称会严惩违规SOP的人 安华就轰执法双标 人民是不服的 消息透露政府会采取更盈利的这个SOP 或者是会允许MCO区域的经济领域全面重开 这个是来自The Star就引述消息说 MCO的地方 其实因为我们政府昨天已经宣布 就是会延长14天的行管令MCO 一直到2月18号 那The Star那边的消息就说 政府会允许所有的经济领域重开 但是会制定比目前更严谨的 标准作业程序SOP 报道还透露所有经济领域 都会重开的包括了零售业 而且业者已经接到了工商工会的通知 因为MCO2.0比去年的3月的MCO1.0 其实对小生意以及中小企业 带来更大的影响 报道还说2月5号到18号生效的MCO 除了允许所有的商业领域重开之际 也会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规定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也就是PPE 消息还透露 负责商业领域的部门 已经提供了他们的看法 表明如果没有一些喘气空间的话 很多在大马经济站的主要部分的小型企业 会无法继续生存 不管怎么样如果是放松的话 大家还是要严守这个SOP的 全国警察总长阿多哈密 就警告民众一定要遵守防疫的SOP 接下来警方会展开更严厉的对付行动了 阿多哈密是在接受新报的访问时就说 自己已经指示2285组的执法人员 在全国各地展开更全面的巡视工作 也会严厉对付没有遵守SOP的民众 他说警方致力于阻断疫情的感染链 而未达到相关的终极目标 那警方需要更严格的执法 是政府就已经预告会收紧SOP 也说过就是会提高罚款这件事情 对于这件事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就要求政府 在探讨收紧SOP的同时 制定明确的执法条文 而不是把这个焦点放在提高罚款上面 他认同对付违反SOP的人 比如说那些没有戴口罩的人士 但是执法行动不应该是有双重标准 让基层人民有那种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平民百姓点灯的这种感受 安华提到本身 他就自己经过一个录检的时候 询问执勤的警员 根据哪个条例展开执法工作 对方回答就说 很多条例确保不会出问题 因此安华认为 这说明这当局没有一套明确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还每个星期都在换 确实是很混乱 那最近的方间也在热烈的讨论着 彭亨文东发声 有家属办理丧事的时候 被指没有遵守SOP 结果就有21个人 接到了1000令吉的罚单 这起事件获得内阁的关注 交通部长魏嘉祥就说 政府已经同意取消 这一所有的21张罚单了 他是说的 他今天出席了内阁会议之后 部长其实是认同 法律不外乎人情 再加上举办丧事 本来就是很悲惨的一个场面 所以是可以特别去做处理的 但他补充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会选择同情丧腐 除非对方是故意 然后给警方劝告之后又不听 等同事故意反抗 那这就另当别论了 无论如何 他是提醒任何处理事情的这些家属 应该要了解 现在的疫情是非常严重的 应该要尽量避开人群 并且遵守SOP 那随后涉及这起事件的家属 在知道了撤销罚单的消息之后 也向新州日报透露说 终于放下了心头大石 是的 几天前 其实这家人 他们在自伤的时候 就遇到警方上门检查 结果包括家属 到事 还有工作人员在内的21人 就被指违反SOP 而个别接获了1000令吉的罚单 家属就有强调 他们向殡业者了解过 办理丧事的SOP 是人数不能超过15人 但是警方到场的时候就指责 他们没有遵守SOP 还说人数限制其实是8人 那家属说 其实当时在场的家属是3人 就是还在SOP里头的 但是警方就说 其实这个8人的上限 就除了家属 也包括了工作人员和道士 结果还是向他们开出了罚单 这种混乱的消息 我相信 我觉得当局应该要去做出一个澄清 还有让我们更加的理解 那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遵守这个SOP 包括保持人身距离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关注数字的时候了 昨天降到三字头之后 今天又看到说回到四字头 我国今天新增了4248宗的新冠 4284宗的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是达到226,912宗的 卫生总监诺西山的文告就说 今天再有3804名的患者康复出院 今天新增18宗的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809人了 那再来看各州署的新增病例 雪兰儿市有1572宗 柔佛有964宗 吉隆坡有651宗 沙巴190宗 而沙拉越有148宗等等 另外对局 巫统副主席穆罕默卡利 就有呼吁政府 委任有新的想法和策略的领导者 来对抗疫情 还说他不是要求诺西山退位让前 而是现在疫情已经超越诺西山的能力范围 而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 卫生总监诺西山就有强调 他自己只是卫生部的发言人 是代表着部门的所有专家提出看法 也在每个早上更新疫情 还有讨论所有问题和挑战之后 就跟国安会以及民众分享有关的看法 那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今天还流传出诺西山辞职的消息 接着诺西山就马上有在脸书上面 就是驳斥说这个是假消息 网络真的是流传很多假消息 一定要小心 那最近又盛行的其中一类型 就是有关于疫苗的假消息 那大马伊斯兰大学USIM的研究人员 最近就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国内有超过半数的大马人 其实是缺乏对冠病疫苗的知识 这项针对1406名受访者展开的调查 结果是显示只有43%的受访者 对冠病疫苗具有很好的基础知识 无论如何受访者当中有65%表示 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并且认为疫苗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感染 而有33%的受访者则认为 冠病疫苗可能是无效的 并且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是担心疫苗的含量 那另一方面 伊斯兰大学健康科学医学院临床微生物专家 努鲁阿兹马瓦蒂 他就强调说 新冠疫苗的核糖核酸RNA 是不会改变人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 他也是对一些假消息有做出了一些强调 好 今天现在播就来问你了 那你对冠病疫苗的资讯掌握是如何的呢 好 两个选项 点审哈哈的朋友就认为 非常的关注 尽可能去了解更多 点审World就觉得非常的难懂 没有太多的关注 那就可以去到我们酒吧的官方脸书上面投选吧 不知道老师和学生们 是不是已经适应网课教学和网课学习了呢 教育部今天就有发布了第二版本的居家学习和教学课程手册 为了让学生不会长时间对着电子设备荧幕呢 教育部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那第一 校方在安排上课时间表的时候呢 必须安排政课和辅导课 就是detorial之间的间隔 比如说老师可以在连续三节的数学课当中安排 第一节是教导科目的内容 那第二节是辅导课 就是可能给孩子们做练习题 接着呢在第三节进行讨论啊 还有分享成果 或者是继续教导科目的内容 那再来这个手册当中就有阐明 教师在进行每30分钟的教学之后呢 要给学生2到5分钟的休息时间 也可以在换节的5到10分钟内 要求学生进行伸展运动 或者是比较轻型的一些运动 就是防止学生坐太久 然后防止学生看荧幕看太久 那指南要指出呢不管是政课或者是辅导课 其实老师都可以根据学校的情况和资源 去选择要采取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进行 那如果是线下教学的话呢 就要确保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 还是要必须有电子设备进行学习的 例如首先先下载之后之后再回家复习 那居家学习手册也有说老师也必须要注重学生的社会情绪 包括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老师朋友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他们有没有生活的目标等等 所以呢老师在策划居家学习的时候 也要必须考虑到学生的社会情绪这一部分 以便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是感到有兴趣 而且是舒服的状态 那另外呢老师在进行居家教学的时候 必须要持续的进行课堂评估 了解学生到底有没有掌握到这个课程的进度 那评估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观察 或者是口头书面的方式进行 是接着我们来转看其他的焦点 前总检察长汤米托马斯呢 他就推出自传 我的故事荒野中的正义 这本书是热销 但是内容呢却引起了争议啊 警方目前已经接获投报 并且援引刑事诽谤罪来开张调查 选来俄州刑事调查组主任法迪尔还证实 是前第三律政司哈纳菲 向警方做出了有关的投报 那哈纳菲之前他就控诉 汤米托马斯在自传当中呢 有关义马发展公司的内容涉嫌诽谤他 也就是说他没办法胜任前首相 纳吉涉及的SRC国际案件 他在报案书当中就提出 汤米托马斯不曾告诉他将会负责 SRC国际案件起诉小组 也没有告诉他 中检查署认为他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小组 那他就认为汤米自传里头 传输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而且他担任副检查官长达33年 这样就损害了他的形象了 那除了哈纳菲之外呢 看到说前首相纳吉也向汤米托马斯发出了律师信 同样是指汤米托马斯诽谤他的 要对他赔偿1000万令吉 并且呢必须要道歉 纳吉还指定说一定要在纳吉指定的报章 刊出这个道歉文的 汤米托马斯在自传内容是有提到说 蒙古女郎的案件的死囚就是西鲁 还有就是阿兹拉两人的口供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都是声称前首相纳吉是指使他们谋杀蒙古女郎阿丹杜亚 这就引起纳吉的不满了 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仪就说 他们已经向汤米托马斯发出了律师函 要求对方在这个星期五中午12点之前一定要回函 不然呢他们会在下个星期展开诉讼 好另一边呢 这个汤米托马斯的自传内容 有很多提到敦马的 大家都在关注的嘛 那隔了那么多天之后呢 马哈迪他出来反击了 他就说汤米根本完全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辞去首相职位 根据汤米的说法是 国家元首有意让旺阿兹沙担任过渡首相 马哈迪就说 这个是胡说八道 他表示啊 旺阿兹沙不能成为代首相或者是过渡首相 因为西蒙政府当时候已经倒台 那国家元首当时是也沉重心情接受他的诚词 并且建议他出任过渡首相 元首陛下是不曾提到旺阿兹沙的名字 那汤米托马斯的这一本自传 当然也引起了马哈迪为首的祖国斗士党的抨击 他们就认为说自传揭露内幕的做法 其实是根本不尊重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保密协议 祖国斗士党的律师米尔海迪尔就发声明表示 汤米托马斯把在任时跟当时的首相提出的建议公开 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未来总检察长跟首相之间的关系 包括可能他会像汤米那样透露秘密出来的 那资深律师哈尼夫其实也有强调说 除非获得法律的认可 否则担任政府最高法律顾问的人士 不可以公开他们所提供的建议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法庭案件 也是全程在关注这的 这个是高庭今天就宣判联邦土地法产局 菲尔大前主席莫哈默依莎 在购置酒店案收贿超过300万令吉的9项控状 全部罪名成立 判处他坐牢6年以及罚款是1540万令吉 虽然法官就是宣判依莎的9项控状呢 就是各监禁6年了 但是因为是刑期同时执行的 所以他整个刑罚只是坐牢6年而已 那依莎同时是需要交付5倍贿赂金的罚款额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1545万令吉 如果没办法交付罚款的话呢 每一项控状就会改以两年监禁来替代 依莎是被控在2014年的7月到2015年12月期间呢 在菲尔大主席办公室收取了 分为9次转交给他的309万令吉贿赂金 作为批准以1亿6千万令吉购买 沙拉越州古近独立皇家酒店的这个回酬 那无论如何啊 穆罕默依莎的首席辩护律师哈里就说 就提出了这个暂缓执行监禁 还有罚款刑罚的申请 一直到他向上诉庭所提出的上诉审结为止 那这个申请呢最终是获得高庭的批准 那他是希望呢法庭可以考虑降低这个刑罚 那考虑的因素就包括被告现在已经72岁了 那他又有心脏病病史 购买酒店的决策的整个过程呢 其实董事局也有批准的 而且涉及指控被告的证人之间都有利益的关系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被提控 还有以及出犯等等的原因 那法庭呢就把原本的80万令吉的保释金 现在已经提高到了150万令吉 被告也需要每个月的1号到临近的警局报道 直到上诉审结为止 好嘞今天现在我就来问你了 你对冠病疫苗的资讯掌握如何 好了发现呢有64%的朋友是点选了 哈哈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非常关注疫苗的资讯 尽可能的了解更多 36%的朋友呢就觉得 哎呦了解疫苗的资讯是非常的深奥难懂 所以呢就没有关注太多 一凯就留言说啊 很多人都有关注 但是大部分的资料来源都没有专业参考 很多人以为自己了解 却不知道其实懂得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林辉恩也有说 现在呢只关注疫苗的来源国 因为其他的细节他觉得很难懂 有些资料呢可能也觉得很可疑 未必可信的 那他们说工作关系他必须知道细节 难道你是在医疗领域工作吗 有可能 然后这个西外问说 这个是什么 看不懂 然后JJ说非常关注啊 但是很多是不了解的 加威说他不是那方面的专家 所以怎么样了解 其实因为疫苗毕竟是 接下来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啊 我们从三月相信就会 正式接种疫苗的这个计划就会开跑了嘛 这个都是大家应该要多了解的 我们要减少对疫苗的一些误区一些误解 其实现在呢政府也一直陆续有宣布疫苗的一些相关资讯 包括他的有效力啊 还有包括他的保存的效力等等 其实这些资讯呢都很容易得到 对不管怎样你看到资讯都要再三的就是批判一下 要确保这个资料 先去考证 对 对如果是网络上乱乱传的图 就不要相信太多 你如果看到卫生部发出来的一些帖子 那就可以相信了 然后你也可以相信新闻线 我们会终于这些内容给你的 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冠贤 我是舒婷 祝你有个美好的晚上 送给你新年歌新一年